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娱乐新闻一时水淨饿飞 一时烟花爆到七彩 前几集提到应援式票房 想不到之后又爆出借票争议 娱乐圈近年滋生了很多新的常态 说穿料因为市道差 这些是以前如刺拌饭的八十年代 根本不会发生的遮票 有时间不如拍多几部电影吧 在很多年前,日本姐妹开始色味 雜誌出现了随书附送的所谓礼品 一般都是与知名品牌合作 可以说是雜誌和品牌之间的限定版 所谓的随书附送 其实只是买的 因为那期书的售价会比较贵 但吸引,很多时都会抢购一空 这一类附属品 似乎走到港产片身上 就是借票 以前借票比较学术性 因为很多时只会出现在电影节 有大师级导演亲临现场 也有适应多年的电影主角出席 近距来与观众交流探讨话题 而不是现在打卡式的借票 没他的 因为电影公司要吸引更多观众入场 使得好的时候 这些附切宣传其实不重要 问题是 站在演员角度 借票是否在工作范围内的事 想知是吧 最简单就是看看电影合约有没有列明 如果没有 借票便不是演员的份内事 做的是人情 不做就是道理 大家白指黑指 或者你可以说 演员参与借票 可以增加宣传吸引更多人入场 作品有好票房 对艺人的工作和叫价都有帮助 这个观点是没错的 但义务的额外工作 到底要做到哪个程度呢? 只是怕养大了这种文化 有人变了想当然 今次就是义务借票 下次人人做 我不做 我就是坏人了 不知为何 古天乐突然提到他的科幻片 当日他借票超过100场 头顶突然出现了光环 古天乐的粉丝应该很高兴 是否意味着他日后所有电影 都会至少借票100场呢? 这是粉丝最大的福利 不过 这是老板和打工的分别 古天乐的科幻片 他是投资者 当日票房失利 机招上落下男儿女 能够吸引到观众入场 身为老板的他 相信都落于参与 莫讲话 100场的借票 1000场都可以 4.5亿港元的投资 一个是出钱拍电影 一个是收钱拍电影 你说有没有分别? 很多老板都希望 甚至要求员工加班 但哪个员工加班 是落在其中? 应援式票房 包场请看电影 借票 港产片 就越玩越多样化了 世家困难 很难说谁对谁错 正如所有参与中国好声音的人 欣尼都认为是无良知 报导是这样写的 这一点没有讨论空间 大家不用花唇舌 没有结论 欣尼的直言是她的性格 但不是她的卖点 她的卖点是唱功 非天爷爷很喜欢听欣尼唱歌 但很怕她的直言 所以上次非天爷爷直播 那时大家都推测 谁是中年好声音2的神秘评审 有网友说是欣尼 我就说千万不要是她 网友问为什么 当时我就没说明 因为欣尼不是一个容易合作的人 假如中年好声音2有她的话 莫说妙语连珠 是根据连珠也可以 很多年前 在youtube看过她做台湾 某个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审 主持请她点评一下某位女参赛者 欣尼很直接叫她 以后都不要选她的歌来唱 参赛者选了欣尼的《老兵花》 欣尼说《老兵花》这首歌很朦胧 参赛者唱不出那种朦胧 你明白吗? 我就理解不到这首歌是怎样朦胧的了 这些凡夫俗子 怎能走入欣尼的神级境界呢? 有一年她上劲歌金曲 主持阿蛋问她唱什么歌 她就说会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阿蛋就说这首歌很难唱 她想也不用想 这首歌不难唱 只是高音而已 问你死了吗? 她真的唱起来毫无难度 你可以乖乖地听她唱歌吧 你有些东西看不上眼的话 她的说话可以很多 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个性 其实旁边两个台是比较适合的 但今时今日很难打动她 她不受钱 她有个农场 你连转发去的社交平台的相片都不行 她会告你侵犯版权 欣尼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班马也不怕的 看电视而已 让我轻松一下就可以了 我喜欢听欣尼唱歌 就是听她唱歌就足够了 她不需要应援 不需要包场 更加不需要借票 因为她比你好劲 以前老板教过我 一个人的视野和做事方式 就只是看她的屁股坐在哪里 这个道理可以套用在以上提及过的所有人和事身上 不信 你想想想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恨死飞天爷爷和她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后记得按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吻一被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请不练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给我另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